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推出一项法案 将要禁止所有中共党员获得赴美旅游签证 参与这项提案的有资深共和党参议员 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凯文·克拉默 李克斯科特 还有汤米·图伯维尔等等 根据马可卢比奥办公室11月18日发出的声明 这项法案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公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且进一步限制中共在美国的间谍和宣传活动 声明当中表示不限制中国公民申请其他签证 包括外交签证、学生签证、体育及艺术人士、访问学者、公司内部人士调动、医生和投资签证等等 卢比奥说 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世界唯一强国的计划中 他寻求削弱和破坏美国 每个共产党员都为要求肩负实现这个目标 允许中共党员在美国度假购物或经商是不合常理的 克拉默表示 任何人不需要中情局的权限就能知道 北京是一个坏角色 美国需要跟中共进行战略脱钩 克拉默说 每一天中国共产党都在伤害着美国的利益 我们的法案将对中国共产党成员进行更严格的签证审查 不管他们想进入美国停留多久 而斯科特则指出 美国一次又一次看到中共特工来美国窃取知识产权 在美国的土地上追踪美国公民 以及渗透到美国的关键研究机构 这些都是可怕的事实 他说 共产党中国是我们的敌人 正在寻求全面统治世界 斯科特表示 但是许多中国游客都是善意的 应该被批准进入美国 但我们不能对中共所构成的风险视而不见 联邦政府必须要彻底的审查 确保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访客 不是中共特工 或者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关联 斯科特还敦促其他的参议员 一起来支持这个法案 他认为这项法案将保证美国国家的安全 让外国的间谍远离美国 并且保护美国宝贵的商业机密 图伯维尔说 中国共产党年复一年的从世界各地的公司 窃取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美国不会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 他说 中共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日益敌对的角色 以及致力于网络和知识产权犯罪的意愿 使他们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允许那些会伤害美国的人 以任何理由合法进入到我们的国家 是没有道理的 图伯维尔说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 阻止外国对美国社会和经济的有害干预 包括禁止中共成员获得B1和B2非移民签证 这些共和党参议员们推出的法案 如果要是得到通过并且成为立法的话 那么这对中共就央视又一记重锤 它会让更多的中共党员就不得不考虑退路的问题 目前的状况就是中共党员还可以申请赴美旅游 和执行非官方公务的签证 签证的有效期是10年可以多次入境美国 如果这项法案成为美国的立法之后 那么所有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人 以后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拿到美国的签证了 甚至可能不能再申请美国的签证了 而他们在美国置办的那些资产和存款 可能离他们也就越来越远了